邱毅針對蔡英文主席道歉的聲明 在這個錄音檔裡面 邱毅也針對這個文字的內容逐次來宣讀 你勇敢的道歉 我們覺得你還是條漢子 今天你竟然為了你的道歉 你自己還否認了 我覺得邱毅委員的公信力大為蕩然無存 所以我們待會也來播放這一段 當時在法庭上 邱毅委員針對蔡英文主席所道歉的相關內容 都於身處攝影棚內未能及時取得詳細資訊 在主持人提問並提供蔡英文新聞寶 現基於好友言聖文受創 生死為主之傷痛下 對蔡英文及民主席部長進行評論 指稱民進黨新北市市長候選人有三座縱容支持者進行暴力刑事 此評論可能造成蔡英文及民主席部長之困擾 但並無防害蔡英文及民主席部長名譽之惡意 當時適逢選舉投票嫌隙 此評論對候選人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本人事後深感不安特表歉意 要不是邱毅委員連他自己的道歉都不承認的話 我們今天不用播出這一段的錄影檔 那我們希望這個錄影檔可以讓邱毅委員可以深自反省 但是我想他應該會去測試是不是他的聲音 或者是這個東西是不是他是不是捏造 或者是這個扭曲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看得出來蔡正遠跟邱毅前科累累 這個公信力當然無存 全民應該要加以拖棄 我們今天在2點50幾分的時候 已經委由黃定宇律師以及許民村律師 前往台北地檢署來告發蔡正遠以及邱毅 意圖使人不當選 那透過這樣的法律途徑 我們希望這個蔡正遠跟邱毅可以懸來勒馬 不要再進行這個無謂而不實的指控 以上 謝謝 請慢用 我請你 在我上過 謝謝 你可以 謝謝 感谢观看